我们来做十三步的这个冥想 有一些人问我 有几个人来问我 他们想要做更多项目 就像斯丹利一样 他就想做更多的项目 他们也感觉很忙 他们也有很大的压力 他们想要知道 我怎么可以做更多项目 为格西老师做更多的项目 而且又不感觉有压力 我怎么可以为其他人做更多事情 但我的内在能更平静 所以我们要做斯与寿 这就是我们做的方式 我们要为商人做斯与寿 有些人很忙 因为我们想要为其他人做很多好事 我们也想要平静 不想要有压力 这样的话我们的冥想不会很好 也没有办法实现空性 所以我们两者都要 在美国我们说 我想要蛋糕也要想吃到蛋糕 鱼和熊掌间的 我想要很忙对吧 要压力 从事还能够做很大的6000人的这个项目 我的个人的生活 我也想要超级的能够平静 然后不会感觉有压力 所以今天早上我们来做这个 斯与寿 我们会做13步 好吗 酷吗 我觉得我们所有人都需要这个 我也是需要的 那有更多时间的最佳的方法 以及让你获得平静你的更加的方法 同时能获得这两者 就是做这个 斗篮 斯与寿 加上这个七步 这个侍母的这个冥想 以及自他交换的冥想 如果你想要录音的话 也可以 如果你等会忘记拿手机 我就把它拍卖 然后把它捐给暂时删了 没有 开玩笑的 没有 闷闷的 不要 闷闷的 没有 闷闷的 不要 不要 闷闷的 OK here we go 好 开始 一个小小的微笑 把这个微笑一直带到中国 好吗 带到飞机上 放松眼皮 放松地双手 放松地双手 小腹稍微内收 这个房间现在 状态很好 大家的闭关做得不错 正像是第九层 你的眼皮关上在这里非常安静 大多数人 都很安静 所以我觉得大家的闭关一定做得不错 请再一次 下次再来 在你的生活中 偶尔稍微暂时休息一下 是很好的 现在我们来做十次深长的呼吸 现在我们来做十次深长的呼吸 把你的意识放到呼吸上 就像是姜头放在枕头上一样 感谢观看 当我们做13个力量的冥想式 意思是我们也会做施与寿的冥想 可能是对方跟我们不是很亲近的 不是你亲近的朋友或者是家人 或者是你一起工作的同事 或许我想的是我商业的供应商或者是员工 那些我跟他不是很熟很亲近的人 不是我的家人也不是我的好朋友 但我们尝试去达到这种平等对待所有人的感觉 那些我知道以及不是很熟的人 今天的施与寿是特别的施与寿冥想 要种下种子 让我们能够做大的项目 能够很忙 忙于帮助所有的人 可以如何一边很忙碌 去做大项目 同时那些项目在不断地增长 同时我的冥想也会更加地深入 以及同时我也有更多更多的事情可以做 我感觉同时我又感觉越来越放松 我不会感觉到非常的忙碌或者是压力 我在做大项目 我在做大项目帮助很多的人 我也在努力赚钱 帮助照顾我的家人 但同时 我内在的感受越来越放松 越来越开心 我不会感觉到紧张 也不会感觉到有压力 你可以给我更多的项目 我的冥想也会越来越深入 会感觉越来越放松 这看起来似乎是不可能的 但我们从龙树菩萨那边学习的 所有的一切都是来做我们的种子 所以如果我们种下种子 用狮与兽种下种子 就可能做很多的项目去帮助很多人 同时能够照顾好我的家人和事业 同时 我的冥想也可以越来越深入 实际上我感觉到越来越放松 越来越打开 我的意识空间 非常的开放 我不会感觉到有一种满度的感觉 所以第一步 十三步的第一步 选择一个人在你的生活中 不是感觉特别亲近 但是很忙的人 我们都知道有很忙的人 那些没有修好水的人 他们没有修好水龙头 水管的人 他很忙 我跟他并不熟 甚至连他的名字都不知道 但是我知道他肯定超级忙 没有时间 总是很大的压力 所以或许我会选择这样一个人 做事与手 他对我来说并不亲近 他不是我的家人 也不是我的好朋友 但我知道他的生活非常非常忙 他也有很大的压力 也有家庭的压力 也有家庭的压力 好,你选择这样一个对象 是 因为 因为意识有因 因为我意识的此刻的意识 来自于昨天的意识 而昨天的意识又来自于之前的意识 化学物质没有办法创造意识觉知 它们是不同的物质 因此,我的意识总是存在在这个宇宙中 我经历过无数节无数世 我在想到的那个修理工 他在我的意识很多次 去想这个修理工 我从他的身体 他开心地带走了我所有的痛苦才有了我的人生 我过去是从他的乳房吸取乳汁 想想他在喂我 以前在喂养我 是很奇怪的一种感觉 他非常耐心 非常细致 给到我非常柔软的食物 教我怎么样吃喝拉撒 去想想这位老的修理工 来到我家里的这位修理工 他从给我的身体很多次的清理 我拉得便便 当我还是很小的时候 带我去上学 给我很多的爱 所以想想这个人 他过去是你的母亲 想想你的母亲为你做过的事情 就网站的 帮助自己人 我和你生日月 为你后来 我你可以用这个 同学着 讓你赴要 罢站 人生日的 被控制了 都不抵较 罢站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第三步想完他为我们做的事情之后 第四步 当然有很多人花了很多年 把他们牺牲他们人生中的 很多年 这是所有母亲都是这样做 牺牲他们的生活人生的很多的时间 他们没有自己自由的时间 没有放松或者是休息的时间 他为我这么多年来为我心情努力抚养我 当然如果现在 我现在不再是小孩已经长大了 有时候在我们的人生生活中 我们都开始想 哦 我的妈妈 她的人生的这么多时间 给了我这么多 牺牲了她的人生 来为我做了很多事 我应该要做一些事情来帮助她 所以第四步 我应该做一些事情来报答她 报答我的母亲 我应该负起责任 如果我是一个好人 她给了我这么多的爱 这么多年她的生活 那至少我可以帮助她一点点 我的这位老的修理工妈妈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 有时候我们会感觉 我很忙,我没有时间 去照顾这一位老的修理工妈妈 对于我来说 很难有时间去照顾好自己 甚至我没有办法 把钱给到所有需要钱的人 我自己也都需要钱 那也是真的 确实是这样 我们要有吃 我们也要有地方可以住 那我的这一位修理工妈妈 她也是一样 她也需要一个地方住 她也需要有钱 所以我们有平等的权利 每一个人 都有同等的权利 每一个国家都是这样 每个人应该都有同等的机会 同等的 机会和权利 快乐的权利和机会 所以如果我是一个好人 我应该要同意 这一位修理工妈妈 她跟我一样 有同等的权利 有钱、时间的同等的权利 我并不是比她更重要 我们都同等重要 我应该要同等的权利 感谢观看 我的一生,接下来是第六步 我的一生都只专注在自己身上 赚钱,为自己赚钱 给自己,去梳自己的头发 给自己买衣服 我的一生都是在照顾我的这个身体 但是最终这个身体其实也会衰老 这具身体已经或许已经有一些疾病 其中一个可能会杀掉我 所以我花了所有我自己的时间都在照顾自己这具身体 然而最终它也会坏的 有一天,总有一天它会结束的 为什么要花这么多的时间 在移去身体 而这具身体又不会持续很久 为什么不把我的帮助给予到其他的人呢 这很奇怪的 只照顾自己这具身体是很奇怪的 而这具身体却不能持久 我把我所有的精力都只放在照顾我自己的这具身体上 是很奇怪的 我们先读一句话 那我跟自己人的相似的 这个时候没接着 我们先读一句话 你再读一句话 那是美食 我们还没接着 我再读一句话 我还是并不接着 我们刚才都跟前读一句话 但是我今天就被引起了 争装 我觉得 我来说 我生吴 我作读一句话 我可以想象 当我在照顾其他人的时候 是多么的美的一件事情 这是第七步 如果种子 这个是真理 那让我获得快乐 以及获得所有想要东西的方式 就是更加的关注其他人的需求 我也有同等的权利 也不要忽略自己 所以这并不是牺牲 我不是说要停止 不再吃东西 不再为自己买东西 我们可以为自己买一些好的东西 为家人买好的东西 这也是没问题的 但是同时我们也要用一些时间 去买一些东西 给到那些我可能不熟的人 确保大家每个人都有食物 以一种开心放松的方式 去给自己买一些东西 我也给自己花一些钱 但同时也跟其他人分享 这是如此美妙的一种生活方式 我分享更多 我自己和家人就能够有更多 这是一个很好的体系 照顾他人这是很有趣的 让确保每个人都放松 很开心 同时我会拥有更多 去能够支持帮助我的家庭 所以让我照顾其他人 如果这个修理工 他很大压力 那我去找他 当他来我家的时候 我可以跟他聊一聊 可以给他一杯咖啡 请他坐下 跟我一起放松 花我的时间 让他感觉放松 如果我这样做的话 如果我只是花这么一点点时间 为他人 为我的妈妈 去做一些事情 这个体系很酷 之后我会有更多的时间 别人会给予我更多时间 别人会给予我更多时间 我就能够做更多的项目 而且也会越来越放松 第八个 是一种逻辑性的 跟自己逻辑的探讨 如果我不想要如此忙碌 那老的逻辑 他说 我应该要做更少的事情 我应该要不去照顾别人 因为我没有时间 照顾别人是很好 但我没有时间 我要做更少的事情 这是老的逻辑 而新的逻辑 时间来自给予他人时间 坐下来放松 问一问这位修理工 我的妈妈 当他来我家时 然后花一些时间 坐下来 跟他聊一聊他的家人 去聆听给他一些休息放松的时间 让他给予他我的一些时间 这个新的体系非常酷 因为我给到他的每一分钟 我都会得到十分钟 第九步 我想象我怎么样看他 哦,这个人我跟他并不熟 他叫迈克 我有时候在他家替他干活 他以前忽略我的 他很忙一直在对着电脑 我以前来到他家 他从来都没有时间来跟我聊聊天 但现在很奇怪 他看起来更放松 他花一些时间还跟我一起喝咖啡 还坐下来聆听我 我感觉 现在去他家感觉更放松 他看起来是很在乎我的 去到另外对方的身体 看看你自己 看看这个改进 改变 他们现在如此平静 而且他们愿意给他们的时间 花时间来跟我聊一聊我的人生 我做着 我去看你有很多紧承试 有没有人 我做得不一切 美丽 我来想吃 我们说 我猜个人 我猜个人 我们首先在船目 现在想象所有这些忙碌的感觉 对方有太多的压力,有很多事情要做 在他们的内心,在我这位修理工妈妈的心里 这个人我跟他并不熟 但是尝试想象他拥有的所有的压力 所以他有很多的事情要去做 他们感觉他们总是时间不够 他们经常感觉压力很大 所有的这些有压力的感觉把它收起来 就像是一团黑烟 接着我们想说,哦,我会帮助你,我会带走你的这些压力 即使这些压力可能会到我身上,也没关系 我还是会带走你的压力 你曾经很多次地成为我的妈妈 我会逞,如果我不帮助我的妈妈 那肯定是一个很奇怪的人 每一次当你吸气的时候 让这团黑烟从他对方的心间出来 透过他的鼻孔 来到你的鼻子前方 现在检查你的内心 在你的心间有一朵美丽的粉红色的莲花 非常的柔软 非常的柔软,但是带着淡淡的芳香 在花瓣中央有一颗钻石 你可以想象我们的冥想戒指上面有一颗钻石 钻石代表你对空性的理解 对厨房老公的理解 在你心间的莲花,你的食与兽 现在做一个决定 我会带走他的压力 即使压力会到我身上 我还是会带走你的压力 因为你是我的母亲 等我数到三的时候 我们会慢慢地吸气 然后以一次呼吸,不要超过一次呼吸 就把它摧毁掉 一 二 三 这个黑烟触碰到钻石的那一刻 有一道闪光 这团黑烟被摧毁 就像是一小团烟一样 香烟的这个白色的烟一缕烟 你的这一位非常忙碌的这位修理工妈妈 突然间她没有感觉到紧张 突然间她不再有忙碌的感觉 突然间她没有感觉到有压力 她们不知道为什么 这是孩子会带走妈妈身上的痛苦 不需要多问 也不需要告诉妈妈 只是去照顾她 这个是好孩子 一般会照顾好他们的妈妈 不需要去跟她讲 所以呢 当你摧毁她 你妈妈的这些压力的时候 你感觉到非常的开心 现在给到她一些放松 呼气 从你的这个美丽的莲花 放出一道金光 去到对方的鼻孔 她吸气把这一团金色的光芒吸入 她非常的放松 并不意味着她就有更少的事情做 也不意味着就此就不忙 但是她的感受 改变了她感觉到宁静 平静即使很忙的时候 即使还是有很大的压力时 她感觉自信满满 感觉非常的放松 她没有那种极度紧张压力的情况下 能做很多的事情 第十二步 我会照顾你 不用担心 每一次我见到你 即使是在我的冥想中 修理工妈妈 我是你可以依靠的人 我知道你有朋友 你也有家人 我也知道你跟其他人一起工作 我知道你并不熟 跟我并不熟 但是我会秘密的 我不需要告诉任何人 在此生我会照顾好你 以及在未来的深深事实 我都会在那里帮助你 我是你的好孩子 你可以依靠我 我会照顾好你 我会做一个承诺 第十二步 个人的责任 担起个人的责任 第十三步 我会成为一个有责任心的人 照顾所有的人 我会成为一个好的榜样 为每个人 每个人需要我的人 即使是在商店或在机场 那些不认识我的人 他们会感觉 从我这里感觉 有一种奇怪的感觉 我非常宁静 平静 非常开心 我总是在意和照顾周围的人 我对他们有特别的爱 即使是那些不认识我的人 在飞机上 在机场 在商店 他们都能够感受到受鼓舞 他们感觉到我身上有一种特别的感觉 因为我花了我早上冥想的时间 去服务其他人 帮助其他人 我的生活的方式 就是去带走他人的紧张压力 提供给他们一杯咖啡 花一些时间去聊一聊对方的生活 我会聆听 我会变成菩萨 在菩萨界授界仪式有一句很美的祭奏 现在我的人生有了意义 之前的生活有了意义 在此之前我的人生没有意义 然而现在我是菩萨 我承诺做这个冥想 我承认照顾所有的母亲 现在我的人生有了意义 我的人生有了使命 我的人生从此不会浪费 现在我的人生有了意义 好,做得好 好,可以拉伸一下,可以睁开眼睛 关于这个冥想,大家有什么问题吗? Janice有问题,有麦克风吗? 感恩您的这个非常好的冥想的教授 我的问题是,为什么我们只是做一个人而不是想别的人呢? 为什么不? 不,您刚刚说,就是固定对一个人做吗? 所以我在想,为什么要这样? 我的意思是 你学会吃一个churro之后,你就可以吃两个嘛 所以一般我们冥想的时候,我们从一个人开始 之后你就可以尝试对更多人做 其中的理念就是,如果你成为了榜样 对一个人成为榜样 那自然而然,你也会服务其他人同样的方式 有一个很有名的问题 在七天菩萨里面 他说,我可不可以为全世界的人都支付账单 然后答案是,不是现在 所以他们说,先帮助一个人去支付账单 这是一个成为好的榜样和例子 或者是其他人就会帮另外的其他人支付账单 所以这里是有这个,在这个 法圣大师的证量论里面说 是不是有可能去帮所有人支付账单 然后答案是,现在暂时还没有能力 如果我尝试努力成为榜样 那之后我就可以帮助其他人支付账单 通过我的牵手 意思就是通过别人看到我成为榜样 那我就可以找一千只手 如果我只是对一个修理工成为榜样做好的话 那我先对一个人做好 不要没有耐心 不要对你自己没有耐心 不要说我是一个坏人 哎呀,我只帮助一个人 不要这样想 如果你帮助一个很好的帮助一个妈妈 那其他人会看着你 就说,哦,很酷,我也想这样 我想要尝试一下,药力这么忙 但是他还是很平静 他从来不会骂人 从来不会压力山大 他们会透过你的这个例子来学习 那其他人就变成你的牵手 你就有一千只手了 那还有其他的问题吗 没有啊 好 有啊 好 感恩格西老师 我有个问题 当然跟这个冥想没有直接的关系 我两年前遇到您 是2017年 那第一次我 2017年7月份听到彼的故事 有的一个朋友 他告诉你 那我不知道 我的,突然间我的这个公司 就让我去做一些项目 然后给我一个礼物 然后那时候是我第一次见到您 那自从那之后 就是不可思议的 我在身上就发生了不可思议的事情 甚至还有一些我从来没有想过的 我甚至 我都没有用这个 我甚至都没有办法就是想象啊 以前想过的事情都发生了 所以我用四步咒 所以呢 我想要问一下 我还没有用那个四步咒 然后就好事发生了 我想问 是不是我现在在消费我的银行账户呢 我想问到底是怎么回事 所以呢 DCI的其中一个教授叫做 不要尝试去猜测 其中有一个工具叫不要尝试猜测 意思是 因为这个业力会加倍 每24小时都会加倍 种子每24小时都会翻倍 所以在一个月 就会上百万 就一颗种子 第一个月一颗种子到 在一个月之后就变成了上百万 就像是这个利息非常的高 这是这个discovery card 信用卡 你买一美元的东西 在月头你花了一块钱 然后到月尾就上百万了 这个利息很高的 复利复利 然后有时候 不要去限制你的目标 这个是很好的 不要说 哦,我要去创造 另外的一万一百美金一千美金 有时候你说 哎呀,我会种下财富的种子 这样说可能会更好 然后你就看一看会发生什么 我会做很多的咖啡冥想 然后那个人 就是赚了一千人 上海那个一千万元 或许你也可以赚一千万 我的钻石生意 我们当时只是半张桌子开始的 我们一整张桌子都买不起 当时 还在别人的办公室 我还记得他的名字叫Alex 我们当时是就是给他租了半张桌子 我们就是一个房间半张桌子开始的 我们当时甚至都没有这个得到允许 要用他们的这个厕所 还要去到楼下去这个上厕所 他又不给我们上厕所的钥匙 他说你又没有给厕所支付钱 然后当时只有三颗钻石 然后有三个人 这是很奇怪的公司 我们就是在桌上就是一夜一夜的钻石 你有没有 我们有没有那个就是买者啊 没有没有 然后再检查一下 有时候我们都没有工作 因为什么都卖不出去 然后就坐在那里 刚坐在那里 然后就尝试去找客户 我们甚至没有办法想象 如果我们把这个钱放在John Brady的项目里 我的这些利润都给到John Brady的项目 我们没有办法想象 之后我们一天就要处理三万颗钻石 我们甚至没有办法想象 我们这样会成为这个 我们甚至没有办法想象 这个全世界最大的钻石公司 如果你问我说 你只有一半张桌子 连上厕所的地方都没有 你的目标当时是什么 我们想要卖一万颗钻石 因为你问我 当时可能会这样是 所以呢 要去相信你的业力 不要限制它 然后继续做这个冥想 这是好的 这个非常大的成功的功能